- 其實我認為這個也可以歸因到玩家的型態已經徹底改變了 我們不講手遊 不講中國 不講韓國 不講台灣 講太空37的手遊版 你會發現斯科威爾在出手遊版的時候都會增加一些 或者是重製版的 他們在遭遇戰的時候還是有autofy這個東西 你可以加速 做一些調整 代表說其實玩家有這樣的需求 不然他們就不需要做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玩家的生態已經改變了 習慣已經改變了 大家的時間分配也改變了 你以前回家玩一台紅白機就好 你現在回家舞台主機要顧 你還有網友 你還有LL 對不對 你還要聊Line 你還要回東回西的 你還要看Facebook Billy 這樣你的時間也變碎片化了 對 我認為是時代變了啦 我認為是時代變了 這個 對 你講的這件事情我是有感觸 就是 就拿那個GTA來講好了 雖然它還是一個沙盒遊戲 但是這就是最近我在玩四海兄弟3的時候看到的一個現象 就是四海兄弟3顯然就是沒有改變 它是一個停留在10年前的一個沙盒遊戲 就很多路是要你自己走過去的 然後於是你在遊戲的過程就是一直要開車 然後一直要走到很遠的地方 那這就佔掉你遊戲當中很多時間 可是因為我們以前玩遊戲的時候就是這樣 就在過程當中是我們 但是後來的新遊戲已經不知道說 玩家不願意這樣子了 所以像刺客教條啊像GTA 都有所謂的傳送點 就是會讓你快速跑到那個地方去 可以立刻執行 但你也可以自己過去 但是你多一個選擇是你可以趕快過去 這就是現在一天遊戲的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樣的地方 像三國志其實剛剛也有提到啦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三國志3代的時候 戰爭戰鬥就是玩非常非常久 就是一張很快很大很快的地圖 然後戰爭迷糊然後你一兵很小 然後再一塊地圖在那邊跑 然後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這改變到第4代第5代 就是地圖立刻就縮小了 然後到現在13代是 讓它自己打 就是很明顯就是 對就像你講的一樣 就是這不只是體現在手遊上面 就是在各個遊戲上面都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像我們講光榮 第一個信長野望 以前也是一個一個大嘛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了新的創造啊天道啊 他也是變成天導自動大 你甚至只要委任軍團就好 你連戰爭都不用管 你專心做好你一陣就好了對不對 你說泰格勵志傳我從一彎到五吧 這也是我第一款光榮的遊戲 這一格一格走啊 還要爬城牆爬梯子 後來也是卡牌打一打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馬上都有意識到這些轉變 對啊 這也是莫佐 這就是莫佐你當時說那個什麼 希望三國無雙整合在三國志十三當中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你知道嗎 就是 因為 結合兩種遊戲我覺得他們不是沒做過 但是我真的覺得光榮的情況是他們很擔憂 他們 其實你要怎麼講啊 要怎麼講呢 不曉得是第六代還是第七代 因為我記得第六代好像有一個國家的模式 然後被去打戰爭 然後是有聘軍團的 就是他其實這個模式是有做 就是從無雙 然後來做一個建構這樣子 只是還沒有從三國志 來變成這種 大地圖 其實無雙 無雙其實不是有做過嗎 像帝王鑽這種的嗎 對 帝王鑽那種 但是我其實很討厭帝王鑽 覺得帝王鑽是完全侮辱我智商SLG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在SLG裡面做更多事情 然後這些人可以更加複雜 可是現在玩動作遊戲的人 又不太喜歡玩這一種 所以到最後帝王鑽變成一個非常簡單的SLG 可是變得很憤然 你知道我 就覺得他就是一個很輕國短小的遊戲 然後賣我一千多塊 然後就很不爽 就浪費我錢 你知道嗎 帝王鑽也是玩歡樂 對這種玩歡樂的啊 因為你一下就過了 然後那些人其實也不難打 所以他是一個 我覺得這就是無酸到最後的包袱 他變成一個真的是水果忍者的遊戲 你知道嗎 難度極低 然後你繼續玩 其實是為了要獲得成就感 可是因為難度低到這種程度 你再也沒有成就感 對啊 變成像下棋 吃一個吃一個 反正一路吃過去 然後就結束了這樣 對啊 就是我覺得遊戲的 一個遊戲的特色就是必須要 他的難易度的拿捏上 其實是要很巧妙的 他必須要有點難 又不會太難 你知道嗎 太難 那這遊戲 就會開始讓你圓 那 太簡單了 你會覺得沒成就感 可是我覺得無雙很難打到這個平衡的原因 是因為他是破關機 然後 你輸了你要重來 我其實是覺得他的細節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的像是他的一些招數 就是我剛剛一直講 他的輕輕重 輕輕輕重的這類 這種這種輸入招的方法 還有敵人的那個難易度的配置 就太弱了 然後還有 就像我剛剛講的啊 你遇到一個主 你遇到一個將軍 你就是遇到一個活動的寶箱怪而已啊 就是把他殺了 然後吃裡面的東西 你完全不會有壓迫感啊 對啊 真的啊 對 你遇到小頭目的時候 你從來都不覺得他是困 會是一個難 很難的事情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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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給你壓迫感 只剩他呂布而已 圓呂 圓呂制可能也是啦 但是 呂布 呂布還要特別限定 就是 只有第三代的呂布才會有 就第三代的呂布 三代的呂布已經是很久前的事了 已經超過十年 超強欸 可是超強 就是這一代最強 但是 七代遇到呂布其實也 不當是一回事啊 不當是一回事 對啊 這也不曉得 我覺得是光榮為了要吸打眾 所以他把 難度越降越低啊 對啊 其實這邊有一個狀況就是 莫佐你玩過真三國武裝Online嗎 有 我有玩過Online 太好無聊喔 天啊 就是看誰殺的人多 就是 呃 他現在叫武雙嘛 然後我們通常買的武雙就是要玩爽的 有沒有 呃 在上過武雙Online裡面 你的角色就是個小兵 所以你看到獎幹跟看到鬼靈 你知道嗎 因為 隨便一個只要有名字的武將 就強到爆炸這樣子 在你還沒裝備的時候 嗯 那 其實那個錯誤感是很大的 就是你會發現什麼 我選了造影 我連法陣都打不贏 嗯 呃 所以我認為難度的降低 是一個必然的 可是他就變純粹的歌草遊戲有沒有 對啊 所以你把難度提高 他 他AI其實也不會提升 他就變成水果人質 他就變成水果人質 沒有技巧 對啊 對對對 對啊 所以後來他變成說只能走一幅路線 從劇情去二搞嘛 就是 沒有我覺得他是 我是覺得他技術面 應該要想辦法提升 可是他之前 五代試過以後 他就再也不敢做 對 就是輸入方面 必須要增加一些那個 可以變化性 因為他現在太單 問題就是出來 另外一個極致 另外一個極致 就戰國巴薩拉 他就乾脆走二搞到極致 反正你砍人 就是砍爽的這樣子 這個其實就是IP 就是IP變化 對 他用IP的部分來去做 但基本上遊戲本身就是爛遊戲 對啊 可是我說實在話 如果把真山無双變成說 比方講 把變成 欸非常非常設計感強 強的那種格鬥遊戲 就是每一個都有設計過的那種 我覺得 要怎麼講 難度 難度高了一點之外 可是我覺得那個樂趣會在 因為比方講 你可以把它變成類似像生死格鬥那樣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設定一些 一些東西 比方講 被打落之後你的武器會掉 你要去撿武器 不然你要刺手碰拳打 之類的 唉 看著 看著目前期待的那個畫面 我覺得已經像是在 我不曉得我是在遊戲裡面 還是在一個那個3D的測試環境 所有視頻站在那邊完全不會動 你知道嗎 就是 是一直 我就覺得我好像有點在那個 練習模式 不知道是在練習模式 還是在針對玩法 現在看這個畫面 就感覺 因為我就感覺馬超 就是在走路 在跑步的時候 感覺他像在拖地 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 沒有啦 馬超其實不是一個 大家經常會很愛用的角色 所以他其實 可是我們很愛用 他就不是很靈活的角色啊 你知道 大家一開始就是先去選趙雲 趙雲是最靈活的 對不對 走一走轉一圈 哇非常順 完全沒有他那種僵子 對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是有偏愛某些角色 某些角色 的強弱度 就是差異很大 對啊 所以有些角色特別難用 可是我個人玩的時候 就是喜歡玩 君主型的 或是軍師型的角色 這個是 特殊喜好 對 曹操應該很少人要用的 對啊 我超喜歡用的 然後司馬懿是因為真的是 他真的非常非常 有那種靈性 還有那種 我們講 奸詐的感覺 而且他真的放大絕起來 真的超強 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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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我覺得這遊戲不會死掉 他這種這種輕 不可 這種輕度娛樂遊戲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難度極低的遊戲 一直都會有人喜歡 但是我會覺得他其實會有 我個人覺得他會下降 他現在就是有遇到問題 對就是 因為這個東西 殺核型其實已經不再是 他專美了 就是 人數量 數量多其實 大家都已經 都已經有辦法辦到 但是我覺得 當然也許在日本還是一樣 日本他可能是 還是唯一一把交椅 你知道 對 巴薩拉可能都還沒有 像他這樣子 就是可以弄到那麼多人 但是 他的引擎一直都沒有什麼變化 那個人 嗯 但是我也只能說 這是我們台灣人 或者日本人這邊 喜歡的那種 3D的那個 人的那個樣子 就是沒有 沒有什麼瑕疵的 你知道嗎 我們不會有毛細孔的 你知道 你看趙遠的臉 對就是 對 像陶瓷般的白臉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動作其實一成不變 就是不會像那個 我們不會追求 像那個什麼 MGS那樣子 每個人 哇看起來還有皺紋 然後這個 還有老 還有那種毛細孔 然後有一些缺陷 對 但是我覺得他 他就是會受限於他的 這東西永遠 永遠 走不出去 他就是會一直 一直停留在東亞 但是也許吧 反正中國市場很大 你知道 還是活得下來 現在 現在 我覺得現在 日本遊戲的做法 就是想要把 想要把它拓展到那個 中國市場 或是台灣市場 之類的 因為他們本地的市場 好像就是萎縮 欸 這個問 這要問 常去日本的人 對啊 日本現在還 玩TV game的人還多嗎 呃 其實有那個 白皮書嘛 那白皮書的調查 其實有一個 因為他調查是抽樣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結果 就是說 2016年 被開啟 最 最常被開啟的主機 叫做Wid 有 天啊 然後 也就是說 這個他就停滯啊 日本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那第二個呢 最 最受歡迎的主機是3DS 3DS 3DS 搞頭的 他手遊有把他們吃掉 沒有那個 其實我剛剛講 其實我覺得手遊 對 用戶來講 是一個 不衝突 像我朋友也用手遊 玩PAD 轉租 同時帶3DS 玩薩爾達 我認為其實玩家自己會去 分開 那你說 玩了手遊 就不玩家機的人 那我認為他本來就不是家機的用戶 你知道 不會買3DS 就是不會買3DS 那跟他有沒有玩手遊 其實一點關係都可以有 對 這是這樣的一個差異 比方說 我 我沒有買PSB 我沒有買PSB 那 PSB再出再多遊戲 我還是不會買他 我還是只會玩手遊而已 我只會玩3DS 跟 PS4 所以我認為他是一個 你認為這兩者是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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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無視的 因為你看PAD轉租也出在主機上 那 可是並不會有人因為這樣跑去 我認為其實轉移的用戶不多 他們還是其實繼續玩手遊版 對啊 不過因為你這樣講的 是指說核心玩家當然是不會跑 對 但是他流失就是侵入玩家 對 對 對 比方說你當初因為Wii而進到遊戲市場 那你 或者因為NDS 但是PS4顯然就是 那意思是說PS4在日本其實 欸 他應該算成功吧 天啊 找PS4很成功的是 悲劇的是 Xbox One Xbox 對Xbox One很明顯啊 對啊 這個就連講都不用講 那我都不曉得那個東西是傳言 一開始還以為是傳言 但是 到底是不是 看來好像真的是不太好 對啊 對 啊 OK 好吧 時間有點晚 哇 哇靠 1.36 莫佐你又要補充什麼 蛤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等到福士德回來很開心 所以再跟他多聊 對啊超開心的啊 對啊 那聽到然後這個 服士德還可以 不曉得 我想問一下福士德 你 你那個什麼第十三代 你都用哪一個實力 呃其實我 上次跟你聊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共通點 我通常只玩衛國 你們都好奇怪喔 好怪喔 第一個反正是曹操嘛 我曹操破的時候 我又選其他女性武將 我又破了大概兩個 都是衛國的 哦 實在沒有辦法去玩蜀國 你知道 沒有我也不玩蜀國啊 我都用新君主 你知道 都是半屏出一桶江湖的一個願望 對 嗯 哦我也 其實我也蠻喜歡創新君主 對啊 你也應該用福士德統一天下之類的 我也是欸 對啊 我就 因為我很喜歡司馬這個星 所以我就會打一個唱 司馬莫佐 然後就開始打 對 司馬莫佐是還蠻有一回事的 對 不是的 你真的有時間玩這些遊戲啊 我覺得你應該平常也算忙 你知道嗎 對啊 呃 我的工作時間大概是 16小時嘛 嗯 天啊 我兩隻手機 兩隻手機 一隻iPad 然後 我電腦會開模擬器 那我邊處理工作 會邊跑這些遊戲嘛 那回家大概稍微 玩一下主機 那我玩主機 因為我電腦是雙螢幕嘛 所以我電腦跑模擬器 手機一樣繼續跑 電腦跑另外一個東西 天啊 開主機 天啊 哪一天我要是有空 我一定要來那個什麼 去採訪你家的那個 電腦 我想要看你到底是什麼狀態 就是 然後我邊工作 因為我責任制嘛 所以我回家也是會處理公事 那 我的客人跟我有時差嘛 亞洲嘛 還有澳洲 那所以我晚上通常都會在上班 這樣子 你實在是太令人嘆為罐子了 身體要顧齁 身體要顧齁 有啦有 都有正常在睡覺 身體要顧齁 那個 我最近就是因為沉迷於那個 太空戰士戰略版 以及那個 鋼彈G世代 你知道嗎 就是每每玩到天亮 然後我其實都因為我覺得 精神 精神無法承受 我今天早上還要去參加那個什麼 台北玩 電影玩劇場 我快要瘋掉了 你知道嗎 欸你不覺得現在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熬夜了嗎 就是你現在 沒有我就是還是會玩 沒有我 因為我玩到後來我作息大亂 因為我本來剪接的時候也常常是 因為剪接真的我很討厭被打斷 剪接要是被打斷 你要再集中精神真的是很累 就是你的精神會分散 所以 當一開始做 你真的就是希望趕快把它做好 所以每次當做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天已經亮了 的這種情況 太集中了 對就是 你就是會一直 你沒有辦法 你這時候去睡覺 你也是沒有辦法的 對所以有時候像昨天 我記得我玩到 兩點多吧 想說不喜歡去睡覺 可是我一直到四五點 我眼睛都還是沒有辦法閉上 因為我的精神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休息 他的那個身體 沒有辦法放鬆 對 乾脆隔天再睡這樣子 沒有我最後終於還是忍不住睡著 但是真的只睡了兩三個鐘頭 可是我好痛苦喔 回來第一件事先躺一下 但是結果客戶又來 客戶又來電話 乾 媽的 爬起來天哪 對啊 對啊我覺得 沒有 心體要夠 我真的不曉得你這樣還能夠三國志一統天下 這實在太驚人了 對你知道嗎 對啊 火玩G是 火玩G是在這種就是血尿的遊戲 你知道嗎 就是他就是 他就是要讓你玩久了 那個鋼彈那個就是要升到那什麼 那個什麼 幾號機什麼 就是你要等級一直練上去 啊就是一直砍嘛 對啊 那他一直砍上去那個 他就是 你就是一直重複不斷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 但是我沒有討厭 我其實是樂在其中的 因為 我剛剛講了一個好的遊戲就是讓你 讓你在 沒有發現你其實是在 做無限迴圈的事情 就是當你發現你其實在做無限迴圈的事情 這個遊戲就已經消失樂趣 就是有點像 就想要掃蕩 對就是 對就想要掃蕩 就是簡單的說就是一個好遊戲就是 像你 沒有讓你發現你其實是在對牆打網球 就是他會讓你覺得 對方可能是個真人 然後有辦法去鬥志 而且還讓你覺得你是有優勢 這是遊戲為妙的地方 你以為他是個真人 而且你比他厲害 對 那好的遊戲能夠把你騙到這種狀態 對 阿爛遊戲呢 就是要嘛就是難到一個 太高 你會失去成就感 然後 或者是那個什麼 太低 然後也不行 這是人性為妙的地方 對 那個豬與狗說 他想要聽你講 G世代 G世代 G世代阿 我寫那個 我看我有沒有時間阿 因為 我去年好像就是那個什麼 青血來潮做的那個什麼 手遊版的G世代 對 所以我在想說 因為G世代我已經做了一個歷史 大概歷史簡介 所以就前面的歷史簡介 可以不用講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講後面 對阿 要看一下阿 我其實 現在 我大概現在已經可以跟你講一些簡單的那個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沒有變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覺得日本遊戲 有趣的地方 他們 其實還蠻 還蠻執著於 不變的 你知道嗎 不管是 像三國無雙 像G世代 或是像 機器人大戰 這類的遊戲 他因為可能有固定的粉絲群 然後他 我不知道他們是為了不得罪 所以 所以他們其實很少去改變這件事情 可是這也可能跟日本的文化有關係 因為日本常常 一個東西 一個成功IP做好以後 然後一直重複做這件事情 像那個假面騎士吧 像是超人地霸王 對不對 他們 70年代做出來 60年代做出來 到現在都不變 他就是 只是一直不斷的換衣服 或什麼就是小改款 但是他的本質都沒有變過 像格吉拉也是一樣的情況 就是他 講拍了好幾次了 喝30次 對啊 都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他本質不變 他只是每次做點小改款 這是日本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那我覺得G世代 就是這樣子的現象的體現 喔 那我昨天玩的時候 真的是有一種感慨 我 呃 開始玩G世代的那個時候 大概是16歲的時候 1995年還是96年的時候吧 就是PlayStation的時候 然後相隔20年 我今年已經36歲了 當我打 當我打開 的時候 我發現是一種 時代的眼淚 根本一模一樣 他的玩法就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 當時的印象管制 現在變成LED了 然後480p變成1080p 啊動畫讀取中文速度變快 然後呢 最讓我感動的一點是 他變成中文 就是 這就是等了20年啊 對啊 就是 但是好 呃 你如果喜歡這個東西的話 你還是能夠繼續玩 但是 呃我覺得 尤其是我們現在已經是中年人 輕中年 36歲 還沒40歲 不敢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年人 輕中年人 呃 你必須要騰出這個時間來 就是我們的工作時間其實變成 現在其實生活比以前緊張很多 真的 對 前一陣子才跟人家聊說 哇 當我在玩這個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 一下子回到了我以前高中時代 我多希望自己還有60天 是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真的 真的 這就是高中暑假 你就知道嘛 你什麼事都不用做也沒關係啊 反正60天 你又自動開學 那時候再來忙就好了 所以你真的是一個天堂的60天 你唯一要躲的就是你爸媽 對 然後就是 你爸媽就是 你爸媽會K賭單啊 就是他們很忙 然後你在那邊很爽 然後就會想要找你麻煩 對啊 所以 呃 呃 當我在玩那個時候 好啦 不過最近有就是可能就是 有幾個案子稍微結案 然後人家用 那個什麼 這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沒有人來找我 沒有人來找我是 沒有人來找我是一件 有點高興又不太感高 很高興的事情 因為沒有就是沒有新的新的裁員 對 但是至少我知道有幾個案子結束 當我在玩那個遊戲的時候 我一瞬間覺得 有一種自己回到高中時代的一種 感覺 我不用擔心明天 然後今天要愛玩多久 會玩多久 我好幸福喔 我好高興喔 然後可是這一種 這時候就是專門在玩這種消磨時間的遊戲 對啊 但是呢我覺得這對 成年人來講真的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對 就是如果當你有這個機會 然後再碰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跟你講的眼淚都會流下來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跟你貼一個標籤 我不是不 我不是不能結婚 我只是不想 我不是不想 我不是不愛電動只是沒辦法 哈哈哈 對 我不是不愛電動只是沒辦法 好啦 你看 所以啦 在這個時間點我們還願意在這種 三個人一起聚過來聊一聊 這就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時間點 我至少堅持了快一年 對啊 對啊 我還標車 不是標車回來 我搭計程車回來 因為我車被拖掉了 蛤 哇靠 好啦 不是德特 那個時候不惜犧牲了一輛車 然後還要過來 回來我們的實況 真的感謝你 好啦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 再參加辦名處的活動 可以啊 我還是會再請你啊 對啊 到時候後面 咱們等威力加強版出來再來聊啊 什麼 威力加強版還有東西可以聊嗎 下次可以聊跟三國不一樣的遊戲 下次可以聊跟三國不一樣的遊戲嗎 可以啊可以啊 已經連聊兩個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你知道嗎 欸可是重點是這個 東西實在是歷史悠久 而且太能聊了 啊 OK 好啦 明天你還要上班嗎 福士德 一定要上班 對 好啦 欸對齁 欸對齁 OK 講一講 講到我們今天以為是週日一樣 有沒有 OK 好啦 感謝今天福士德跟莫佐 你們大家都辛苦了 對 大家辛苦了 哇 到現在還有二十幾 對還感謝線上這二十三位那個什麼 陪著我們那個 畫當年的 對 我不知道 在座的事有多少人 其實是年輕人 然後是跟我年紀差不多 太厲害了 對 好啦 但是總而言之 呃 我相信我的那個話題應該 那個什麼 跟我年齡層相近的人 應該會有共鳴 所以 希望大家 以後 還能夠再過來這邊 對上個禮拜我知道 我沒有開應該大家還蠻賭藍的 對 好啦好啦 希望大家不要跑掉 好啦 那下個禮拜 對啊 下個禮拜再見 謝謝謝謝 下禮拜再聊囉 感謝喔 感謝 掰掰 拜拜